一个黑猩猩在真人秀上突然发狂 撕毁了女嘉宾的脸 男嘉宾试图逃到隔间里去 但还是不幸地死在了猩猩的手下 最后剩下的小男孩躲在桌子底下瑟瑟发动 可惜猩猩还是发现了他并朝这边走过来 满脸是雪的猩猩没有攻击他 而是伸出手想和男孩碰个拳 男孩小心翼翼地伸出拳头 然而下一秒猩猩被不远处地枪击毙 鲜血溅在桌布上 惊吓过度的男孩很久都没反应过来 多年后男孩成家立业 并开了一家 以这个下人事件为主要噱头的游乐场 玻璃展柜里陈列着当年的一些物品 这天一对黑人兄妹来游乐场卖马 他们是附近牧场的驯马师 前不久牧场里发生了一件怪事 大黑突然听到天上传来一阵刺耳的声音 他抬头看去但什么也没发现 转过头就看到马背上的父亲搭拉着脑袋 他还以为是父亲睡着了 但随着马儿的奔跑 父亲从马背上掉下来失去意识 走近才发现父亲的眼睛被什么东西砸下 满脸都是血 送进医院检查 竟然是一颗硬币硬生生地砸进了他的脑袋 大黑回去后发现马的屁股上插着一把钥匙 这些东西凭空出现从天上砸下来 谁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通过几天的观察大黑发现了一个规律 每次事故前会发生电力不足的现象 似乎有什么东西躲在云层里飘来飘去 终于在一天晚上大黑亲眼看到了那个东西 是一个像飞碟的不明生物 大黑回家想通过监控查看 但因为电力影响监控坏了 啥也没拍到 大黑和妹妹去商店采购新的摄像头 他们决定拍下飞碟的真面目 然后上节目大赚一笔 技术人员小帅帮他们安好了监控 屋顶一个院子里一个 然而飞碟再次造访的时候 屋顶上的那个摄像头被飞虫挡住了 没有捕捉到珍贵画面 不过几人有了新的发现 他们从电脑上看到有一朵云从来没动过 跑出去看那片云果然一动不动 实在是太诡异了 如果一个人曾被发狂的星星攻击 那么她的脸会变成这样 女人到游乐场观看魔术表演 主人是她儿时的好朋友小文 小文刚准备表演节目时 突然一股腰风卷起漫天的黄沙吹过来 游客们马上坐不住了 纷纷想逃 但已经迟了 下一秒他们就被吸进了外星生物的嘴里 瞬间哭喊声声四起 大家乱作一团却根本无法逃出去 几小时后大黑到游乐场 发现这里一片狼藉空无一人 只剩下一匹之前卖给老板的马 大黑躲在栏杆后面不敢出去 飞碟正在她头上盘旋 没过一会就伴着风沙朝大黑扑过来 她的形状就像一个牛仔帽 不过幸好有围栏的保护 大黑幸免于难 之后大黑开车拉马回去 此时那个怪物已经飘到了她家上空 只要是怪物笼罩的地方就下着暴雨 她似乎正在消化那些游客 因为有不停的东西掉下来 都是她消化不了的无机物 东西把房顶砸得叮当响 黑妹害怕急了 几秒后她看到鲜艳的西瓜汁 混着雨水从窗户上流下来 十分可怕 大黑在车里不敢出去 她撞着胆子打开一丝缝向上望去 只见一个巨大的圆形怪物 在天上闪着诡异的光 她已经把牧场当作自己的领地了 突然一头塑料假马掉下来砸中挡风玻璃 把大黑吓够呛 想着最近这些诡异的事 大黑突然意识到了什么 因为父亲去世 大黑准备卖掉这个牧场 他牵着马打算拍一个出售广告 没想到当别人拿着玻璃球放在马面前时 马突然发狂踹飞后面的工作人员 拍摄计划也就泡汤了 现在大黑明白过来 那个怪物会吃掉一切和他对视的动物 所以他低着头把妹妹和小帅喊出来 几人赶紧上了车逃走 因为游乐场的失踪事件被报道 拍广告的导演决定和兄妹俩合作 是要清清楚楚地拍下那个怪物的影像 小帅也加入了 兄妹俩非常高兴 认为他们马上就能出名了 很快四人就定好引出怪物的计划 现在牧场装上很多彩色的气球人吸引注意 导演和小帅在山头布置好拍摄装备 大黑则骑着马在外面引怪物下来 黑妹在屋里盯着监控用对讲机同步情况 他们能否成功呢 大黑侧马奔腾 后面紧跟着一只巨型生物 中间的大洞就是他的嘴 眼看大黑就要被怪物吸入口中 他及时打开降落伞 然后骑马跳进了旁边的马厩 随着马儿的消失 怪物暂时飞上了天空 半小时前 大黑四人做好了拍摄的准备 然而一位骑着摩托车的人突然闯入 黑妹想请他离开 这才知道他是新闻记者 也想来探索吃人的不明生物 说完就举着摄像机朝前方开去 没过多久他就被一股神秘力量半倒 从车上摔下来 大黑骑着马准备去救他 却从反光的头盔上看到怪物正朝这边赶来 顾不上救人大黑立马跳上马离开 怪物吃完记者后就紧追大黑 慢慢靠近他 大黑紧张地低着头丝毫不敢和怪物对视 怪物从他头顶飞过 卷走了地上有眼睛的气球人 为了进一步让导演捕捉到怪物尽头 大黑带上贴着眼睛的都冒朝前奔去 成功吸引了怪物的注意力 好在大黑利用降落伞躲进了马厩 这才幸运地逃过一劫 惊险刺激的冒险后 成功拍到画面的几人非常振奋 但事情还没完 他们还想彻底打败怪物 疯狂的导演带着相机跑到了更高的山上 然后抬头望 他要用自己的生命换来近距离的影像 只见怪物如他所愿把他炫进了嘴里 怪物摧毁了房屋 之后完全展开了他的身体 就像一个形状不规则的巨型水母 漂浮在空中 他张开绿色的大嘴朝兄妹俩飘过来 黑妹骑着摩托车逃进游乐场 放飞了巨大的人偶青气球 他飘入云层 大大的眼睛盯着怪物 不太聪明的怪物一口吞了他 但一点都不能消化这个无机物 突然天空传来一声巨响 怪物和青气球一起爆炸 这个巨型水母被撕成碎片变成烟花 他被人类彻底打败了 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电影名叫布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没事不要盯着别人看 会惹人生气